我妈把这两袋子蜡子做到啥 妈妈做蜡子姜是吧 今天写了几桶蜡子 两袋子蜡子啊 满桌子都是 我们家的银池王买的蜡子 我妈今天做个啥吗 嗨 大家好 今天做点蜡子酱 嗯 去年做的蜡子酱 有啥厨师朋友们要求 把这个过程看一看 今天简单的做着 原来把这些拔盐 做这个蜡子酱就简单点 嗯 炒个鸡啊 炒个鱼啊 嗯 然后 都可以用 一部分弄出来之后 把那个牛肉 那个小花生米 牛肉炒 花生米炒熟也可以做 你夹忙我吃啊 夹忙我吃啊 我就是为了 哪子现在放不住嘛 嗯 我妈这次最 就是 简单的 炖鸡啊 炖鱼啊 都可以放那种调料 因为它的牛肉一放的话 牛肉时间一长 一动的话 容易串味 所以这个先做这一部分 然后 撑出来一小碗之后 弄点牛肉那样子 摘进去 炒香那样子 给我吃二子 夹磨磨磨啊那样子 然后这个炉子不挺好的吗 炕给磨磨那样子吃 然后呢 哎呦 这个东西真 真挺不错的啊 这是啥美的一盘子的 这东西真是科技给人带来方便啊 要是以前的话 这些两袋子辣子 我要更 断了两三个小时呢 这一会儿 你看嘛 小半盆子出来了 这东西确实挺不错的 抖音产品 这是生姜啊 这一共是一大盆子半 一大盆子半 需要大盆子一公斤生姜嘛 然后有人说呢 做什么做 给谁吃些啊 周围邻居是家亲戚 对不对 一罐一罐子 炒菜干啥也方便 然后 弄完一小坡出来 我们做那个牛肉酱油 也都可以做 今天是阴雨天 有点细雨绵绵的意思 看到没 所以阴雨天的材货也特别不好找 辣酱也准备好了 我妈先炒生姜 有热之后先放生姜 生姜香味熬出来之后 撒两把盐 两把醋盐 美美的 因为生姜鲜特别好 香味熬出来放盐巴 醋盐我妈放 盐巴放好之后 紧接着就把辣椒下去去了 辣椒酱下锅之后 那妈这个 熬到水分干以后 熬 对 这辣子边不是有水分多吗 把这个水分熬干 一直熬 大概时间呢 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需要那么长时间 嗯 那你的熬多久呢 小火熬三四个小时 这个三四个小时 主要根据量来的 主要最重要的宗旨是啥呢 把它水分熬干一些了 水分熬干 嗯 我妈把吃完的芹菜 你看 烫 开始烫完之后 晾干什么 水分熬干之后 冬冰箱里面 冬天随时用随时吃 你看这芹菜 不要烫太狠了 随便烫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外面 看到没有 这上面 把水分熬干给它 这样子 羊尾巴饼子 烫的 羊尾巴油 你看 我妈用羊尾巴油在瓶锅上 把这个油煎出来 这个饼子 看到没有 然后一放 我妈这老炉子 老瓶锅 放羊尾巴油 羊尾巴很出油的 所以就不用抹青油了 这样弄上去 弄上去 弄上去干什么 你奶奶送了一个 哦 就是 给我一锅爷爷奶奶 已经都送了两个磨磨过去 家常里短嘛 老百姓生活就这样子 是不是 烫烫的茶 金黄磨磨 我去炒辣椒去 辣椒你咋炒好 咋炒 我炒去 炒去吗 好 辣子酱 牛肉辣子酱的教程 这是我们之前炒好的 辣子酱 然后这是炒熟的黄豆 一定要炒熟 然后这是牛肉丁 我妈 继续炒一点 因为辣子酱里面有咸盐的 花椒粉 一样 来拌勺一下 把肉炒香 继续炒 肉要炒干一点 然后倒辣子酱 我妈倒辣子酱 倒了多 别忘了 不要炒太多了 然后继续炒 辣椒酱里面有油 有水分的 看来 继续炒一点 然后放黄豆 炒熟的黄豆 我妈 然后继续炒 然后继续炒 然后放上 我妈放点糖 糖啥提鲜味 提鲜味 我妈又放点芝麻碎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这个 吃酱的时候 层次感会比较多一点 我妈用的是小火 我妈自己种的香豆子 磨成粉粉的 看 撒的 饼上面放点青油 这是发面 我妈 一样发面 这样卷到一起之后 再来压平就行了 嗯 稍微擀裹一点 摊开 放点香油 不 里面放点青油和香豆子 香豆子 看这个羊尾油 炕的黄黄 金黄金黄的 多漂亮 这边辣子酱 也好喽 加上这个黄黄真是 烫烫的茶 就是完美 看 我妈的辣子酱 炕黄黄 给她妹子端上两个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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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放好 这个黄黄往上面一扣 这样 嗯 嗯 这羊肉把油打出来黄黄 它有酥油味 嗯 特别香 嗯 嗯 冰天黄这个东西 太好吃了 吃早饭 加姆默 都可以 我妈的姆默 炕了精神 然后一把油炕出 酥油味的感觉 嗯 嗯 金黄金黄配合红颜色辣椒酱颜色 这是个金黄鱼缸子烫烫的茶 这是完美的一天